大家好,我是Eddie 我今天要來做上次開始做的東西繼續做 這叫行動異體包 然後這要讓大家可以隨隨隨地做運動 然後這會是一個開源的專案 可是我需要幫忙把一些之前的Token提掉 然後為什麼要做呢? 因為就是幾年下來 我對於一些街頭運動在實體空間跟虛擬空間 所有的進化、演化都一直很有興趣 然後覺得有一些他們的創新可以做一些整合應用 來讓未來的街頭運動更有效 更有效跟更容易參與 然後就先來看一個demo吧 所以開了app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自己周遭附近的行動異體包 然後你可以透過hashtag去做搜尋 或是異體的類型去做過濾 那這邊有一個婚姻品權的包 我把它打開來之後 我會看到一些基本資訊 就是要送給誰還有多元之類的 然後我可以按追蹤 或是我也可以按實貨去把它撿起來 來做運送的動作 可是在做那個之前 我們可以先看看要怎麼樣子 創造一個新的異體包 就按了create之後 你要先選一個主題 就是tag 然後在這裡我可以選了之後 你可以自己創造一個新的 或是可以用別人已經幫我建立好的一個範本 那在這裡 這是自己做新的過程 然後點了範本之後 就可以開始檢查有這些資訊 你是不是都ok 那你都ok之後你就按create 它就開始建立這個異體包 丟在你的所在裡 然後建立了之後 你就開始 就可以開始運送 然後 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丟了之後 就馬上 欸應該是創造之後 就馬上又 drop out 然後是要在一個小時之內 完成這動作 然後丟掉之後 你可以看到那個包主想要你做的事情 我想要給你的資訊 跟你運送過程 然後之後你也可以跟你的社群朋友分享 就是你運送的路線 你為什麼運送這個 你走了多久 然後 嗯 消耗多少卡路里之類的 然後 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因為這要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 我想要把就是 這種輕型的運動跟 公民參與 結合在一起 讓更多人可以 你知道每天的去 就是透過走路的工作 對周遭事情更了解 然後第二個是 要解決就是 鍵盤革命的低能見度 就是你如果只是在Facebook上面按個like 就是 對民意代表其實沒有什麼壓力 可是你要是能夠讓民意代表知道說 有多少人在他的選區裡面走了多遠 為了什麼事情的走 那可能是一個另外一個 就是更有效的單位 那第三個就是 我想要能夠參與 就是在我投票選區之外 所有的公民運動 所以我可能去泰國 可以直接看到當地有什麼議題 我可以去幫忙運送這些議題 然後時間表世界快毀滅了 希望9月中可以release 然後今天需要這些人 這些都有詳細寫在那個提案區 就這樣 然後要徵求願意測試FETA的人 然後link在上面 因為已經還是一樣 最大的 可以 每個人都沒有